今天很有意思 一回到公司呢 这个有一个新车跑出来了 那一开始我一眼看上去 我也不卖关子 在我身后这个木马人 第一眼看过去 我说太好了 因为前一阵子 答应了我们一个朋友 吉普迷 说要给大家讲讲 我最喜欢的吉普 大概怎么样子 刚准备看 结果一看 这个吉普完全不一样啊 里面 那仔细看一下之后 发现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 在聊之前呢 唐大叔发现 最近一个吉普 这个发展的势头 很多原厂的这个车 都用了越来越多的OEM 或者是副厂的 这个aftermarket的部件 包括前两天 我讲的这个winter edition 这个还没看过的同学呢 可以看看我前两天 刚刚上传那个winter edition 之前说过一种观念 这个叫卢比肯和非卢比肯 两种木马人 那你加了不同的东西 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最后呢 加了locker和这个前轮子的 sweetbar disconnect之后呢 那就变成了卢比肯 但是中间呢 又有很多很多特别版 有一些偏程式的 像沙哈拉这样子 那也有沙哈特别版 像75周年和前两天 我介绍过的winter edition 也有呢用sport来改的 那我今天呢 就两个话题并在一起讲 唐大叔呢 黑白控这个不是秘密 那我喜欢的颜色 木马人好看颜色很多 我自己比较喜欢 包括几个沟比的沙色 我喜欢 我第一台吉普的 那个granate的钢灰色 我喜欢 再来呢就是这个红色了 如果是前三位的话 红色呢配了黑色的下半身 对吧 前面的防撞蓝是黑色的 挡泥板 我喜欢黑色的 那这个特别版里面呢 轮圈也是黑色的 这块呢 我倒不是最最喜欢 我喜欢银色的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 首先呢 跟大家来过一过 这台车上面的一些东西 那这一台呢 它的一个特别package 首先声明 这台车是没有改装过的 都是原装部件 那它是叫一个big bear 或者这个package 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呢 大家看这一个shock 大概在这一部分 它是明显粗很多的 当然你没有参照 我告诉你就是了 那它没有涂成红色 如果涂成红色呢 就跟卢比肯一样 那这个是很好东西 第二呢 跟Winter Edition一样 用了KO2 现在看来吉普是很爱这个 那当然也是吉普迷 很爱的一个轮胎 对吧 这个KO2的轮胎 唐大叔之前说过 什么都很好 什么都不是最好 非常合适 所有情况的一个 全体型轮胎 那再来呢 这个跟Winter Edition一样 后面的这个转向灯的Guard 还有这个Gascade 这块都是已经加好了 另外呢 跟卢比肯一样 那加了Rock Rail 或者Rock Slider 这一块加了 另外轮毂的话呢 看上去17寸的 就是跟那个运动版 运动版也可以选黑色 跟这个一样 那就这个 但是运动版标准的 可选不了这个轮胎 所以这个是大熊 大熊特别版 再来的话很有意思就是 那旁边它就不写Sport了 那个上面没有写 再来就这一块 我看了半天 没研究出什么地方 但是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我知道了 这肯定是大熊小道吗 我来看看 懂的人可以找出来 是Big Bear Trail吗 那一般我们Trail的话 都会有精锐度 这样大家可以找到 回头可以Google一下 当然这个车啊 唐大叔一般喜欢是 红中有小黑 黑中有小红 这样子的一个主色和四色吧 这样的话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颜色组合 但这台车呢 黑红就用的非常平均了 当然了 如果我把黑顶去掉的话 那可能就打破这种平衡之后 变成黑色 比较变成主色调 红色变成四色调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贴纸腰怎么样 所以这个车是很多 可以很多玩法 那外面呢 大家看了一圈 基本就是这样子了 咱们再来瞅瞅里面了 唐大叔喜欢吉普 第二个肯定是手动挡 那这台车配的是手动挡 那再来一转身看到 这个可是普通的 Sport订不到的一个 这个椅子 它有点像 75周年或者前两天 Vinter Edition那种 但是那种是外面皮 中间是同样的 heavy duty这种insert 那这个比一般的步椅好看多了 而且唐大叔最喜欢的步椅 这是第二个 那再转过来看呢 这台车选项了一些东西 但是唐大叔跟大家简单过一过 如果自己心目中的 飞卢比肯版本的我喜欢的东西 第一一定要有这个 Connectivity Group 这个不光只是蓝牙 语音这一块 最主要呢 在这里面会显示胎压监控 那大家知道越野的时候 放气之后再打回气 那这个车子的胎压监控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这个 那这个呢 不管是什么版本 其实都是配的 手动自动 这个巡航很有用 出去玩的时候 在路上的时候有这个 比你一直踩着油门 是会会就是人放松一点 那这个这个是标配了 那第二的话呢 这一块倒是唐大叔不喜欢的 当然这块是触屏的 可以升级到最多导航的 也可以飞导航版本的 那这一块唐大叔喜欢一条 就是有CD 然后按上去非常简单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power option 对吧 那这个有了电窗电锁的 当然外面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那有这个钥匙可以开 但唐大叔自己喜欢吉普呢 我就喜欢手动的 手摇窗 手用钥匙开门 那这是唐大叔喜欢和这个车上有的 另外奥派System 唐大叔是强烈建议的 原来倒觉得没什么 第一台没有 第二台有了之后 音效还是差蛮多 最主要如果是真的喜欢 喜欢听音乐的话 后面低音炮将来可以改 线都接好了 再来看后面也是 我自己喜欢的车呢 下一台定 我可能不会定硬顶了 直接软顶 然后如果夏天天就好 我直接会买这个Best Top 一些选择可以三件套或者其他方式 那我就一直软顶这么用 那这一台是有硬顶 硬顶的好处在于呢 可能保温性更好一点 另外它后面有雨刷 那再来的话呢 开这个椅子也是同样的 这个布鱼真的就好看多了 而且坐起来也舒服一些 因为它这个东西呢 有点防滑的效果 你在很多我们的肌肉车上 可以看到这种 对吧 人那个越野的时候 晃来晃去呢 不会滑 这个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意思 今天送给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呢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点赞 如果觉得这个有意思呢 有帮助呢 记得和朋友分享 记得share了 那当然呢 如果你住到温村或者西加拿大呢 喜欢木马人的话 欢迎来这里找唐大叔聊聊 买车 好了 广告的时候就说这么多了 那今天呢 这个车还是 木马人改款前的最后几个JK 但是一下子 Winter Edition 现在又来个大熊Edition 挺有意思 中间呢 给大家还是那句话解解渴 那希望呢 大家喜欢 好的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